新闻 哇哇哇 是要呼吁大家到周日都会冷气团滞留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暖 那么我觉得现在台湾的生活应该不错了 可是还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冷天里面 有很多人猝死 我想医院最近也都是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没有错 其实主要分两种 有一种就是我们看到那种 独居老人突然冻死在家里那种 那种就是说没有做好保暖 或者说他其实生活环境就很差 所以他那个中心体温太低 低到最后心脏衰竭 就这样过去 还有一种就是说外出注意的时候 出门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讲说那个血压就突然高起来 或者室内很热 外面很冷 这个冷热一交替 对不对 所以要一旦呼吁大家 而且我们现在发现说 其实搞气象的最近真的是很赚钱 因为极端气候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天气不是影响我们的身体而已 影响到各行各业 这边过年前的时候 有人批发了那个暖暖包 要卖大发力士 对不对 就过年那几天 热到爆 热到爆 我记得是批了五万块的短暖包 对不对 那如果是那时候 起来的总要等掉 就终掉了 就应该这几天拿出来 那样 可是因为其实这几天 因为可能也没有什么 旅游的场景可以去卖 那就是一个气象不准 就造成这样的过程 还有航空公司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次在日本呢 这个东京下雪 下得很大 所以很多的飞机都没有办法飞 但是没有办法飞的时候呢 乘客是不是应该包容一点 因为这样就是没办法飞 其实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自己在美国 有一次大概2007年去美国演讲的时候 飞国内线 我记得是从芝加哥要飞纽约 那也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delay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可是我看那个同机 就是我们在那边等 那个都是美国乘客 其实他们delay的时候会觉得 当然会去问一下 那柜台就跟他讲说 因为纽约那边下大雨 没有办法 那大家其实就是 有位置就坐椅子 没位置大家就往地上躺 就躺在地上 或靠在墙边 大家就在等 也没有人吵 也没有人闹 也没有人要求说 要给我水 要给我饼干 要给我毛毯 都没有 那可是我觉得 台湾旅客不要 是不是被宠坏了 你遇到这种情况 其实没什么好抗议的 我再讲一个新生意 我有一个朋友 过年前一天 从澳洲飞回桃园 结果那天桃园机场 因为起大雾 没办法降落 所以飞机转降高雄 那再从高雄 当然航空公司会在安排 你们再从高雄 再飞到桃园 可是因为桃园 因为一直有雾 所以累累了大概四个小时 结果你知道 飞到桃园的时候 同机的台湾旅客 竟然说要霸机不下机了 他说你耽误了 我们四个小时 没有说 可是起务也不是 没有说啦 时间被耽误 人都会不高兴嘛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 可是我觉得 今天是你的生命重要 还是时间重要 你如果大雾好 航空公司说 我不过安全 我就照样降落 万一出事怎么办 航空公司当然也不会干这种事 所以我们应该换一个心情 对不对 对 你就当做高雄办日游嘛 对啊 或者是说 因为大风雪 大家滞留机场对不对 那有人就席地而坐 不小心走过去拐道 然后就扶到他 然后一看 哦 大家都是同样滞留机场了 没想到上厕所说 又遇到同一个人 这一定是一个 就来一旦了 这一定是一个 好可惜 好可惜 说看得出来你想恋爱 瞎掰 每次都这样子 哇 特别我跳 穿这种桃红色的 其实有一个菜 其实有时候 你必须接受 像我有一次是 到香港要转飞机 我从大陆到香港 转飞机要回台湾 然后呢 就台湾台风 知道台风了 那一定是 不管你是华航长龙 就不可能的嘛 所以我知道说 当天应该不会飞的时候呢 赶快去那个 那个机场有那个 无印良品 买那个枕头 那个套在脖子上 对对对 那个枕头 然后赶快看机场资讯 还可以到十点 还有最后一场按摩 OK 就赶快去按摩 我去把时间 对 然后买好报纸 因为要盖 对 盖报纸 然后再去书店 还没有打烊 再买好三本书 然后饮料买好 然后那个 那个面包买好 这样子 我脖子大堆 然后开始 找椅子 你知道吗 等 当然没有椅子啊 等 你总会起来吧 OK 我就在那边想 看一眼 想好了 快唱过去 好 吹到这一眼 我还有金头 还有薄刀 还有水 还有那个 然后就要把那个 那个护照什么 藏在比较里面的地方 就睡着了 你这种前奏就做得很好 过年那时候 我姐夫也是被困在东京机场 然后我就看他在脸书上一直po照片 就是 啊 他们今天睡大通铺啊 然后他就拍照片 哇 睡 地上睡一排 然后 但是他们的准备作业就没有做好 就 水后来 在那个机场是 买不太到的 因为大家都在 大家都被困在那边 所以饮料其实都被 大家抢光了 然后你捕货也没有办法补得那么快 因为东京也在大塞车啊 就是也很 那个交通状况很不好 所以他的前奏没有做好 但是 看到他们大家都睡在一起 然后反而 经过那个晚上 大家还蛮有革命情感的 因为同时被困在那边 这次台风 这次的这个不是台风 这次冷气 的确是让人家措手不及 因为以前的这种冷气团 并不是从北极来 我们第一次听到从北极来 而且带了大量的水 大量的水气啊 不过讲到这边 其实真的 台湾是一个幸福的地方 因为我们雾点的几率 真的比较少 如果常去大陆人都知道 雾点就像吃饭一样 像我那个包包里面 都会有两个那个 就是不同的插座 因为我们知道 香港跟大陆那种 连接的插座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次只要一听到 哦 单机延迟 那赶快去找那个 哪里有插座的 赶快先站那个位置 为什么 因为一个延迟 尤其越晚的班次 他常跟你随便 延个两三小时 是正常的 延迟在延迟前 他永远不准过 就是说 一个小时后 请到哪个地方等 然后等了一个小时 现在我们要转到 别的地方 最后就请你去住饭店了 这个你们大家 都太幸福了 真的 你们每个讲的经验 都是在机场啊 在室内啊 机场在怎么苦 都有暖气 我是真正讲我的经验 这几天很冷 我每天在街头发面纸 每天在那个捷运站 外面发面纸 然后每天在那边 拿着那个麦克风 在那边演讲 我跟大家讲 外面真的是冷啊 冷到什么地步 你知道吗 冷到原本 这个有一些在街上 你看他卖那个口香糖 卖那个 真的很辛苦 我看到这个状况 有时候你真的就觉得 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有时候说 我们一定要捐钱 给次安机关吗 这个当然是个管道 有时候你真的看到街上 有一些很辛苦的 这些 不要花 不要口香糖 你就真的 你淘一点钱给他 你还说 你较快去休息 甚至 现在在外面 还有人啊 你要拉下车窗 去拿那个宣传单 有的人还在犹豫 哦 很冷 可是你想想看 赶快帮他拿完吧 他拿完他回住他就可以走了 其实我觉得这些大家都可以做到 不过你也怪说 别人里面都有暖气 只有你站在外面 对不对 8度 7度 然后再发穿单 可是你也想一想啊 你也很幸福啊 对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 自防啊 自体预含装备啊 有天然的毛病 我跟你讲啊 这个 我们站在外面 其实虽然外面很冷 我们也感受到温暖 你知道吗 我在外面这样发那个面子 在那边演讲 这样在半个钟头 大概就有三杯姜母茶 两杯热咖啡 还有人送热开水这样给你 你看多感动啊 你都混散啊 你吃 很温暖 但是我真的觉得 其实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 特别是政治人物 我觉得在天冷的时候 你到街头去感受 我觉得那个最直接 你真的 那冷得真的唱 真的 你都会觉得手指头会僵硬 然后有些人跟你握手的时候 还会 不好意思 我想要跟你爱一天 我手很变 真的手都很冷 我是觉得 例如说 这两天我看到电视上 当然网路上有人在批评 说这个小磨作秀 可是我觉得都不要用这种形态 他愿意做就不错 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啊 例如说 我们在街上看到游民 对不对 其实你哪里有什么 还要什么 透过什么管道 你就去买几个便当 午餐的时候 自助餐买几个便当 你真的就试一下 请人去吃一下 其实有时候他就熬过那一顿 有时候就是很关键 所以我说 在外面那种感觉 真的特别的深刻 其实 这一次那个东京大学 我有看到很多飞机都停飞 或者是连星干线跟这些都一类 都停止 那所以机场跟车站都集满了人 事实上老实讲很冷 因为47年以来 第一次东京积雪27公分 他们后来发现说 那个积雪27公分 后来会变冰 你走也会变冰 对 没问题 那所以我们有一些机 我们在东京机场 台湾人就受困3000人 后来华航啊 长龙啊 就不断加班机 赶快把他们运回来 包括复兴啊 那很多旅客就抗议 抗议说在那边没有被善待 这些的航空公司 不复兴啊 不复配偿啦 不复晚上睡觉 不复食物啦 但后来这些航空公司 都一一补足了啦 这样 可是大家也印象深刻 哦 那台湾的旅客怎么会这样呢 和国外旅客没什么东西 这里有一个朋友 他叫做吉祥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其实他说 他也剛好在东京机场 碰到这样的状况 他說看到不一樣的國家文化 他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他最主要大概大致一樣 他說他跟很多旅客一樣 就是說去到以後才發現 哇 飛機飛機了 飛機要怎樣 大家都開始找說 不然這樣 開始雜營 因為都是... 如果要做一個工廠算 應該都是台灣人 那雜營 他們...別人雜營 他們就想說 那我去找那個... 那個機場旅館 一定滿的 他不只是滿 是超級大爆滿 那怎麼辦 他說這樣好了 背岸B 大不了回東京嘛 從機場又跑去... 東京市區 坐JR或者是... 那個... 金岸線 哇 說去那邊 比在行天宮還滿 而且最主要是排了很久之後 才廣播說過不來了 因為整個道路都斷掉了 所以沒有車 所以他回不了東京 重點來了 他說 在東京車站的時候 唯一不同的是 唯一跟行天宮不一樣的是 群眾默默地形成一條 無止境的X狀人 你要排隊 大家在排隊 排 比田田圈還長好幾倍 他們也就很認分的 也就跟著排 那現場機場有警衛 他說機場... 現場不吵喔... 不吵喔... 這你說很差的嘛 你說這警衛看起來很鎮定心情 還很愉快 還略帶微笑 再維持秩序 他說禮貌的態度 像是在迎接一群準備 進高級餐廳用餐的客人 我實在不是這樣 所以大家就覺得 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 他說 一場大雪 那麼多班機填飛 但是在成田機場看到的是 人性的光輝 他講了一句 他說融入血液的理術跟思想 果然是日本的魂魄 那麼他跟一個日本朋友開玩笑說 他說日本人連這樣都不會亂 大概哥吉拉 哥吉拉是那隻... 庫斯拉 對啦 庫斯拉的意思 他說大家可能都很淡定吧 他說那當然 庫斯拉來還要先脫鞋才會進來 因為日本人的房子都要脫鞋 要脫鞋 我講一個例子 就311地震的時候 那很多人在東京迪斯奈來玩 這個故事等一下好不好 先進個廣告來休息一下 我用你的名字 在日本拍攝中的空間很大賽 你要放入日本的賽車 好幾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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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